对基础基础程度有点像 就是那个他们会要跑一个gaze的归档节点 然后这个归档节点还得打开那个debug模式 然后这个这个是这两个项目 这两个平台的一个gaze最基础的支持吧 像thegraph跟dom他们的一个区别 就像thegraph他是把合约以太坊上面 那个主要以太坊上面那些合约事件 跟function的那些call 然后就是thegraph他会就是你定义 你cipergraph里面定义到的 然后给你放到那个postgres里面 然后像dom这边他也是一样 然后但是他这边是只要我们提交的合约 他都会给你去把这个解析过来 放在他们那个postgres里面 这个是thegraph他是对外提供API服务 然后dom这边是给你把你的业务数据可视化 反正我觉得像对咱们做项目的来说的话 thegraph有点像雪中送炭 然后dex那个dom 他就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然后为什么就是说雪中送炭 就是很可能大家可能是 比如说做一些项目的时候 需要给用户展示他的一些历史数据 这个时候就需要起一个后端 然后后端如果你后端的那个查询 比较频繁的话 你去用第三方的那个RPC服务 他将以太坊上面有可能你得付费 然后你还得维护数据库 对吧 然后你另外还有那个服务器这块的支出 但是thegraph就是很强 我用下来的过程其实用的特别爽 然后是帮我简化了很多后端的工作 然后维护起来也特别方便 然后他们这个服务我们用下来最近一两个月都显得特别稳定 然后我们这边主要是我这边只是主要是像dodo这边 dodo是那个一个dex 然后我可以像这个dex的话 其实是非常大量的用到了thegraph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前面上面的这些分区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这个分区里面 比如说这个交易页面的分区 就除了这个小卡片 就是交易这边是从合约上面去读数据 读用户的这个状态 然后去读这个叫price 然后其他的话都是依赖于一些外部的服务的 就像你用thegraph反正好几个月前 其实不仅是好几个月你基本上所有的历史数据 用户的历史交易记录都可以缩影过来 然后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存进那个postgres里面 对外提供那个API的查询服务 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像dodo这边的话基本上所有的 除了刚才说的那个交易卡片 和这个直接跟合约交互的过程 然后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是依赖于这个thegraph的 然后这几个月用下来都是特别稳定 然后对主要就是最快主要讲的这个 然后现在接下来就主要是介绍一下thegraph这边 我这边其实用的还是很多的 然后踩了不少坑 然后从部署到查询等会都会给大家去讲一遍 首先就是 首先我先讲一下部署这一块 其实如果说大家想自己去 其实大家会自己做项目 然后自己做项目的时候可能想用这个graph 然后如果你在以太坊上就比较方便 这些都是免费用的 我这边其实写了特别多 然后他服务也特别稳定 基本上很少出现说是一个查询数据 然后说是没数据返回的情况下 最最差的情况就是在排队 然后如果查询比较多的情况 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你的查询会排队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少出现 然后他刚才说到的是业务数据 刚才说到的是直接在前端展示的业务数据 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 之前写过Dodo的 你想知道一个token 它的一个持仓量的排行榜 对吧 在地址上 在你以太坊上 你可以其实用的graph来实现也很方便 像Dodo或者Sushi这些token的话 可能都有一个 或者CRV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stake 就是存到哪里去挖矿 然后这个时候 你用的graph就可以 把它的这两个余额给都放到一起 你可以放它的 那个balance 合约上的balance 然后stake的balance 然后这个时候 你想做一个 查询一些数据 提供API的话 就很方便 你不用去写一个后端服务 然后搞一个数据库 每次都要去 后面还要去维护 这个服务器的上面的东西 基本上就写一次部署一下 然后他就会 自己在那边一直在跑 就比如说像这个supagraph 只要是有人 就是比如说 只要是有人在转Dodo 或者是做stakeDodo的话 这个supagraph都会减轻到 然后随时 随时随地的 大家都可以用那个 API去查 Dodo的那个持仓量的数据 stake的数据这样的 这个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特别好吧 反正我觉得项目团队 如果小项目团队去做 做的话 用这个还可以节省成本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直接就讲一些部署上面的 像他的这个官方文档里面 他讲的时候是 如果说他 这个地方 如果说大家自己在这边 根据他的这个文档部署的话 还是挺麻烦的 就是你本地 其实他的graph 他的一个核心 核心就是一个graph node 就是他这个graph node里面来跑你的supagraph 他把合约上面的事件索引 然后存到数据库 然后对外提供API查询 如果是自己部署 按照他这个文档部署的话 挺挺麻烦的 他依赖这么几个东西 一个是对外 就是最外层的就是这个graph node 用lust写的一个客户端 然后后面底下的依赖是ipfs 然后postgres 还有一个依赖一个gaze的那个归档节点 所以你自个部署 部署这四个就很麻烦 然后如果大家自己那个项目中要用的话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火币这边有 把那个把它怎么去用导卡去部署 然后做了一个汉化 然后就这个地方根据他这来的话 就会比较简单 然后你直接根据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搭graph node 基本上就是跑几个那个导克容器就行了 然后搭完之后你会有几个 有主要是我们搭完之后 如果是自己搭的话 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两个比较重要的playground的吧 这个我等会儿再讲 然后部署的时候呢 部署的时候我们 那个那个graph node是用导卡的 然后那个ipfs 然后跟那个postgres 这个这个这玩意资格部署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gaze的节点 这个节点的话 如果你是 这个节点 如果你是直接fork的uniswap的 这个uniswap的这个subgraph 你需要是一个归档节点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开发的 然后而且你还用到了 这里面的一个叫 cohandle了这玩意 如果你用到了这个handle了的话 你如果subgraph代码里面用到这个 你一定得打开那个你的节点 得打开那个debug模式 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当一个区块里面发生一个 跟你想索引的合约 发生的一个function call的时候 它得去把这个方向信号过滤出来 默论你不刚刚debug的话 它是不跟你做这事的 然后你把刚刚debug放进去 这会导致你的那个 会导致你的那个gaze同步非常慢 但是如果你要用的话 就必须打开这个debug模式 然后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说到上一次 那个有人只是介绍了一下 那个thegraph 我这边今天讲的时候 所以会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再讲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其实这边就是一个thegraph的 那个官方文档 这里面 这里面其实讲的 就是一些基本的东西 然后语法 然后做了一个介绍 我这边直接从等会 直接从那个uniswap的这个代码 跟大家来讲这个 就是我们首先就是知道 它这个thesubgraph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它就是一套程序 然后这套程序里面 去定义什么东西呢 定义你因为你的业务里面 你部署了一些合约 它这个里面的定义就是 你要去索引哪些合约上面的数据 然后当你 比如说当你监听到一个事件 或者是有一个方向被调用了 然后这个会有会有事件 会有事件抛出来的那些参数 方向会有input跟output 拿到这些input output之后 你是以什么方式 存成什么样的数据 在你的那个数据库里面 然后对外提供查询服务 所以它就是监听到了这个数据之后 然后写你自己的逻辑 存到那个数据库里面 对外提供服务这样的 然后其实它主要就是两个文件 两个文件夹 然后这两个文件就是这个 schema.graphql和这个subgraph.yaml 然后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abis 另外一个就是src 我先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想我这边要不要仔细 这边就不带大家读了 直接就讲代码了 然后这块基础的那些知识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到时候去看一下文档 或者我们在那个微信群里在交流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然后我继续下来 然后就是这四个文 四个就是组成的那个分别的作用吧 然后abis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业务合约用到的那些 abi的那个接测文件 然后这个src 就是刚才说到的 我们监听到了那些事件 或者是我们filda过滤到了一个functional code 然后我们对它的那些出餐路餐 做什么处理的逻辑 是放在这个src里面 然后这个schema.graphql 就是定义你的那个entity 然后你就可以理解为 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那些表结构 就是一个entity就是一张表 然后这然后这地方呢 就是表字段 表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变量名就是表字段 然后这个后冒号后面的 这个就是这个字段的那个数据类型 id是这个他们是那个sg的类型 然后他只是一个抽象了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都是那个 那个assimery script 然后里面的那些数据类型 基本上都是 大家都看一下都是很好理解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相当于orm里面的那个model 就是定义那个表结构 然后这个玩意儿就是等会儿去 我们一个查询的基础 然后最后一个文件是这个 这个是定义什么的呢 就是定义他这个比较简单啊 等会儿那个兜兜那个就会特别复杂 他这个就是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好理解 他这个就是一个定义你要监控哪些合约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特别简单 他就只监控了一个factory合约 就是uniswap的那个factory用来就是create那个pair的 然后pair呢 它是一个template的形式存在 因为当他这当这种模式下啊 就是datasource就是一个factory 然后factory他就监听这个factory里面呢 paircreated这个事件 当每当每他每每次他监听到一次啊 创建那个pair的事件的时候 他就会利用这个模板再创建一个这个datasource 然后然后就会 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两个datasource 就是一个datasource啊 就代表一个就代表他索引一个合约的事件 或者是那个function 然后当当他存在template的时候 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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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知道 他其实他其实会所以一堆 他会创建一堆这个template的这个datasource 就比如说weth跟usdc的 他监听到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没有没有展示 但是他在他的那个业务逻辑里面 咱们这其实会实际上会增加一个datasource 然后这个就是以这个template里面啊 定义的内容作为他那个监听的那些啊监听的事件 然后只是他会把这个address填成这个地方 那个handlepair里面 然后这个抛出来的那个pair的那个address这样的 所以这个文件他就是一个像配置文件一样的一个 对他就是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他就是 相当于我 说重复了 其实就是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定义我们要监听的合约 和我们为哪些合约去创建那个后面的datasource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整体的那个结构 然后就细细细去讲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 这个代码的细节 这边的这边的东西就是我们从配置文件看起的话 这边的东西我就快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这个的基础 因为我知道 咱们那个是有一些人是在写的 然后我就快速的过一遍啊 然后这个datasource里面 然后他里面会定义这 下面这些内容啊 第一个是看的 就是它是一个以太坊上面的合约 基本上反正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个其实只要是fork一下 你不管是bsc或者是 那个或者haco上面都直接去都写这个也没关系 然后name是 name就相当于你这个datasource的name 这个也是自个定义 network的话 这个的话就 它这个datasource其实是用于咱们这个 这个thegraph的那个托管的那个地方 它的graph会有一个托管的explorer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用到了这个字段 就是network 当你可以定义成cone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测试网络 然后它会根据你定义的这个network 它去去不同的gass里面去监听不同gass那个rpc的那个数据啊 就是指向一下那个哪个网络 但是在那个呃bsc或者haco的话这个上面就这个这个就随便写 你也可以写这个就就写这个主网就行 然后这个地方source就是那个我要监听的那个合约的地址 然后abi和这个是一一对应的和这个abis里面这个这个里面是对应的 就是你这里面定义一个abi的文件 然后这个地方就写什么 然后一个开始的区块 呃这个说到这里就要说到刚才说到为什么我们部署的gass一定要是归档节点啊 因为因为他得去他得去他就像这个uniswap的这个subgraph一样 他会有地方去拿过去某一个区块的当时的一个合约的一个数据状态 如果你不是归档节点就是128个区块嘛 就是拿128个区块以内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求你们咱们的话去部署gass一定得是归档节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mappings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看的其实跟上面一样 这个基本上也也是不用改 然后到这里就是你要指定一下你的 你这个你对这个datasource进行处理的那个那个原文件在哪里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把那个业务逻辑往哪个里面写 就是数据处理的逻辑 我们把这个处理逻辑写在哪里 你就把这个文件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abis就是你这个 其实abis和这个是对应的 你这个factory.js里面用到的哪些 看那个abis你得写在这 这两个其实基本上呃 就是你要去修改哪些entity 然后在这定义 然后他这就比较简单了 他这只监听了这个这个是核心 因为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些内容 就是和这个这个第一 这个eventhandler的第一行 这个event就代表他监听哪些event handler就代表啊 我是用哪个handler然后处理这个事件的 所以这个地方 然后他这个地方这个文件 就是然后这个就是指这个handler在哪个文件里面 然后比如像这个handler new pair 然后他就会在这里 他也他也只有一个 所以他这个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然后这个template里面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就主要我们就这个前面这些就是比较简单的配置 就是一些你要什么东西 什么文件在什么地方 你要改哪些东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他处理哪些事件 mint因为每一个配合都是一个eat10的那个 那个token嘛 所以他这个地方有监听mint跟bun 然后这个swap是一个交易逻辑这边的数据 他得去那个去监听 然后transfer 因为因为有一些时候 如果说他如果说他把那个定义的那个 我们等会仔细看他transfer 为什么要用transfer 因为你其实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token 转到另一个token的时候 你的那个你的lp token的数量会变 然后这个时候他在前端得显示你 他显示的不是你lp token的数量 是你对这个资金池里面 你能从这个资金池里面你能取走的那个 流动性 你的那个token的数量 sync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k值的那个地方 就是有时候有些sync 就比如说emmforce他们的那个合约 因为emmforce是rebase token嘛 然后一些外部sync的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得去从这儿去拿 所以 所以当他去读到sync的时候 他也会去把这些 就是相当于合约的状态来 然后同步到咱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所以这个配置文件他这儿写的比较简单 然后其实主要是他们的合约就写的很好 然后也就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个业务逻辑的那个数据逻辑的这个处理的这块的代码 抱歉我打扰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 就是那个network他 他有什么用呢 就是 network在这儿 我写个123可以吗 如果你部署在这个 这个the graph这个组网上面是不可以的 你像我这儿的话 这个是组网的 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network的 然后如果是我是部署在coven上面的话 我那指定了他 他才会他才会去帮我去读coven的那些 那个那个RPC的数据 啊那自己的网络的就这块 自己的网络你就写mainnet就行了 你像黑扣或者是BSC都这样写就行 啊就他只从那个你指定那个RPC那个UIL去读 这个network就无所谓了 对他在这里在这里这么写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graph node的那一层的配置 大家可以那个后面如果是遇到自己要部署的话 会发现他会要你部署那个配置一个RPC的那个UIL 这个地方他用这个network的方式 然后避免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去配那个那个RPC UIL 因为那个他们的gates是他们自个部署的 啊OK明白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其实有很多设计比较巧妙的地方 我们就先从最外层的讲解就是最上面这个factory 就是他在一个peer creator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啊不对 先来讲一下他的表结构的设计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 就是这个是他们的那个uniswap的这个info页面 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大家其实平时去看一下他这个里面的数据取的地方啊 全部都是走的那个thegraph的那个api去请求的 就是就他们这个info页面里面 只要是有数据请求的地方 无一例外都是从那个thegraph包括这个当前这些区块信息啊 broker的他那个从也是从那边去拿的 然后大家就可能会很好奇啊 就比如说他这个4.39币啊 这个美元交易量他从thegraph拿 thegraph怎么知道 因为他因为他thegraph没有行情吧 他是一个从合约上取数据的 合约上取数据他怎么知道他这个交易所交易的量是这么多 然后他还有一些 那个比如像我们整配而是这边 反正大家募资所及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从thegraph拿的 这就就因为他们这地方也写的设计的特别好 然后这个地方像这边的k线图也是 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个k线图 他只有那个开盘价跟收盘价 没有那个上下引线 就是没有那个最高价和最低价 这个也跟他们的设计有关系 但是其实可以有 我觉得他们觉得是没有必要 所以就就就去掉了 他们可能是主要是想看一个趋势的一个 这样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就来讲代码 这些这一块的东西 他们都是怎么样一个一个实现的 就特别有趣 然后这个地方有graphql 就是定义的表结构 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从我这里看到的东西不多 就是比如说新进了有哪些池子 对吧新进了哪些池子 然后呢每个池子里面的那些 每个池子的他的数据状态 但是他最后反馈到前端的时候 其实他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是因为他这里有很多的表 然后第一个这个可以看车 看成一个全局的表吧 他这个id其实就是那个factory address 因为他们现在也就一个factory address 就是相当于可以看成一个全局的表 这个id也可以写死 哦他们现在就是写死的 然后就是在这个factory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factory建了多少个池子 然后然后这边就涉及到美元交易量了 等会儿会细讲一下他的美元交易量 他的这个美元价格是从怎么来的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跟交易量相关的东西 然后流动性的数据就是TVL 然后这边有一个交易比数 这个是一个全局的数据 相当于是应该是他这个主要overview这边 一个整个的那个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unitsmap的一个全局数据 然后这是每个token的数据 他这个他其实 token跟配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然后这个地方token 所以他这个token单独可以拿出来 然后在每个token里面 再寄这个token的一个那个交易量的数据 这个token这个前面 就是因为他是ERC20的token 这个这个token啊 他指的是那个就是这里的token这里的数据 然后从这儿 然后是定义在这个表里面的 他这个地方就他不是指那些LPtoken 然后LPtoken是在这里 这个配合这里面 然后他这里边定义除了ERC20的那些属性以外 然后就是交易量 然后比数 然后就是 这玩意的后面后面后面讲 然后一个流动性TPL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 哎这个地方啊 就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 k线啊 这些数据 其实他后面有定义这些 entity 然后放在这儿 就是一个叫 就是放在这儿就是呃 你可以就是很方便的去通过这个token拿到 他的那些在配合里面或者是呃里面的数据 然后这个配合就是每一个池子 就每当他一个刚才我们在这儿有看到呃 有个handle pair那个create 当每一次create的时候 然后这个表里面就相当于添加了一行记录 然后这个记录里面就是记录这个池子的状态 他的每一次交易或者是移动性的流动性的改变 都会让他这个池子里面的一些数据的改变 像这个像这个id就是他的adress 然后token0 token1 就是两个token 然后reserve的话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其实大家读过uniswap合约的人 应该都知道 就是他有两个reserve token0跟token1的就是那个储备金 而且本质上就是这个合约上有多少 这个token的那个数量 他这个地方就是都以big decimal的方式 就是处理好精度之后的数据 然后给前端 你前端不用再去拿一个decimal 然后再去做那个乘储啊 这样就还挺方便的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 其实也是等会儿给 等会儿后面到这个pricing里面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他这两个 他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然后这个也会有一个价格啊 他这个价格就是每当最后一次交易出现的时候 然后他会记录下这个这个tope pair的他token0跟token1的那个美元价格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元操作 美元那个计量计量的那个方式 然后这个txcount就是交易比数 这些就是也是一些这个就是两个常量 然后这边也是一些统计数据吧 统计数据跟那个 这个是统计数据啊 然后这个pair data也是一个统计数据 他就是pair hour data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小时 这个hour data里面是什么东西 然后下面有到这个entity的时候会讲 这个是里面是什么 liquid positions这个也是后面 这个这个这几个都是能把下面的那些表 然后放进来引用一下 然后你在查询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因为他基本上很多都是多对多 或者一对多的关系啊 然后user表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用户表 就是像他这个他这个其实就就很方便 就是当就比如说之前那个uni不是空头吗 当他其实是他之前说的时候 是在指定指定区块快照吗 然后他的graph跟那个归档节点还有点类似 你可以查询在指定区块的时候 一个数据状态 他可以查询指定区块 那个所有的user通过thegraph都可以很方便的查出来 他这地方就记录主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在哪些池子里面有流动性 然后一个是他在uniswap上面 那个交易的那个美元交易额 id就是他的地址 这个liquidity position就是他的那个他当前他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user 一个是配尔就是这个用户在这个池子里面他有多少的流动性 本质上就是有多少的那个lp token 这个也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liquidity position snapshot的他他是干什么呢 他是呃他是当一个用户 他是记录的一个用户在一个指定的区块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相当于对那个时候的数据做了一个快照 然后他会记录他当前的一个那个liquidity position的状态 就是其实就是本质上就是lp token的余额 然后当前时间 然后那个时候的啊那个时候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那个block 然后用户 然后是在哪个池子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的token0跟token1的美元价 然后这些都是都是一个快照数据 然后他在啊这个我忘记哪些场景用到了 呃我我记得我们那儿但是是有做但是没有用到 哦我镶嵌了 他把这个snapshot我我我那儿也有 我我后来编写的时候也有用到这个类似的东西 但是我不叫snapshot的我是叫history 就是呃这个地方用来记录用户的操作历史 然后他之所以叫snapshot的是 他还把当用户在内比操作时 整个池子的一些状态 他把它记录下来了 所以叫snapshot 我那边其实记录的就就是呃 比他这个要呃简单一点 那这个如果每个区块都就是用户操作上才记录是吧 对只有触发那个就是用户在那个mint或者bong的时候会出现 会会有这个snapshot的那个产生 会出现一行表记录这样的 然后他后面这个地方我后面的设计就跟我有点不一样 他这个地方呢是用一个transaction的那个表 然后他这个他这个表里面会用到下面这个三个表 然后先说下面的三个表 第一个表是mint的事件就是用户那个提供流动性 然后这个是赎费流动性 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交易 就是说在这个三个发生 在这三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然后呃他会把这三个事件放到一个 以transaction哈 你那个txid就是transaction哈西 作为唯一件的一个表里面 然后然后把它 然后这个在这个里面再写啊 这个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 因为他一笔交易里面 因为其实现在像嗯套利或者清算机器人 他很多都是或者是散尖带怎么样的 他都是一笔交易里面实现啊 多个调用多个合约的那个操作 或者是一个合约的那个方形 他多次调用 所以他有可能是一笔操作里面 他既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这样的 有可能是有其中的某某某一些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地方是在哪哪个业务里面用到的 然后我这是我我后面自己写的时候是这块是拆开的 然后这块我们可以看一下他mint的时候 然后记录那些东西啊 啊id啊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说到他一笔交易里面 他有可能会有多个那个啊 比如说像mint他可以mint多笔是吧 放在一笔交易里面 然后他就加上哈希再加上那个世界的那个 那个那个不不 transaction的那个index 就是这个transaction在那个block里面的那个位置 然后用这两个方式 啊不对不对 这个这个event在那个transaction里面的位置 然后用这两个方式 然后定义成他的唯一件就不然的话就是你会发现 呃如果他多个事件就一笔交易里多个事件抛出来的时候 他的id使用transaction哈希少会被覆盖掉 然后这个就是对上面的那个关联的那个transaction的那个entity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你mint的时候 其实咱们写前端或者是自己调用合约的时候会发现他会有一个把lptokenmint到哪里啊 这个地方其实是他本他是一个address 去把那个lptokenmint给谁 然后这个是lptoken的那个数量 sender就是那个transaction的那个发起者 啊不对他这里还不是发起者他这里是那个他那个这个地方的sender是message.sender 他还不是那个tx.origin那个那个地址 所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大家可能是一些合约组合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再加一个from的那个那个参数 然后来记录那笔交易最初从哪个钱包发出来的 不然的话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操绿机器人 然后他们那个或者是一个proxy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sender永远都是那个地址啊 但是其实他背后不是他背后可能是一些其他地址或者多个地址在操作 然后这两个amount的话就是对应的token0和token1的amount 你在那个添加流动性的时候logindex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那个那个在那个transaction里面的那个位置 这个这个是美元所对应的那个美元的那个数量 费2跟费liquity就是费2就是那个谁 那个如果他打开那个那个万物的那个开关 那个费2把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一笔mint会把那个费放到丢丢到哪个地址去 然后丢的数量是多少 这个的话uniswap现在是没打开的 所以这两个所以这两个发现这就没有 基本上现在都是空0x0跟0这样的 在定义的时候我刚才忘了说了就是当然这是基础语法里面的 定义的时候这个加加改单号是啥意思 就是加改单号他是一个非空值 你必须给他定你定义了的话 你要你要你要去添加一行表记录这个值 你就必须必须是个值 如果是没有改单号的话就像这个值的话就可以为no 然后swap其实也是类似哈 swap的话跟刚跟这个bong其实这个地方都类似 就快速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都是那些呃那些用户状态的改变跟美元交易量 这个也是bondle这个就是bondle他是一个全局的他这个id是写死的我记得是0还是1的 等会我们等会我们看到那里再看他是一个写死的一个东西 他本质上就是说以太坊现在多少美元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他怎么写的 这地方也是有点意思 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些东西啊 uniswap daydata 然后这个uniswap daydata下面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数据统计 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pairs里面像那些图表 每日的那些图表或者是每小时的那些图表怎么怎么怎么来的 像这地方你不是可以选吗 你可以选一个月 这ewewweek 一个那个他这个地方就是按小时来的 就是你看这这这上面 这这上面这个是每个小时的数据 其实就是拿了那个那些entity里面的数据 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月 然后就是每天那个数据 不是他这也是那个他这也是每个小时 这里 每天的数据应该是在这里用的 反正就是数据统计 然后前端划成那个k线图 他们这个unin这个info的 这个他们单独写上一个info页面啊 他们不影响那个 那个app.uniswap.org里面的一些交易逻辑 所以这个这这地方他之前有挂掉过 所以挂掉的话也对他们的那个组营业务不影响 然后这几个就稍微讲一下 这个date data是一个全局的统计 就是统计我这个uniswap每天 每一天里面累计发生了的那些数据 所以他是他的id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一个时间戳 然后这个时间戳的设计就是等会在代码里面给他讲 这个地方他们id是怎么写进来的 然后date 其实date他就是这个id乘以这个86400就是他的date 然后就是以太坊的就是换算成以太坊的交易量 就是当天uniswap以太坊的如果这些token都被统计进来的话 换算成以太坊的交易量 然后换算成美元交易量 然后是有一些是未追踪的未追踪到的那些交易量 然后这是流动性的数据 然后这是那个那个交易比数 所以其实这看一下他其实就是主要是三个 就是交易量 然后流动性的一个数据的那个当天的流动性的数据 然后一个当天的那个有多少笔交易 然后这边也类似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的那个这个池子里有多少流动性 然后那个然后把它那个换成成那个u usd美元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啊 跟上面也类似啊 这这这三个是那个交易量的数据 token0的token1的 然后换算成美元的 本质上就是token0乘以token0的美元价格 加上token1乘以token1的美元价格 然后扩号除以2 就是他当天的那个美元交易量 然后这个地方是每个小时 这个小时里面产生的那个多少笔交易 然后这个地方都类似 基本上他就这三个数据流动性 然后交易量 然后一个交易比数 他这个是啊 这两个是交易对的 一个小时的一个是天的 然后就是这样统计维度不一样 然后这块这块有一个token data的 就是记录token的 因为他这边有token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他token的这些数据 就是他这个地方的所有数据 都跟这个uniswap.info这边的页面 这边用到的数据都是一一对应的 对应起来的 然后就讲到我们的那个 那个逻辑处理部分呢 也是要写写写写业务逻辑的地方 那他这个usd的price是怎么拿到 哎这个地方就很很巧 那就我就先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怎么来的吗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火的 就是那个最近之前一段很火的 就是算法稳定币对吧 然后然后那个那都是根据算法来 来算成稳定币的 你像那个usdt或者usdc都号称 自己是质押型的美元稳定币 然后他那个地方的那个美元价格哈 也可以看成他们自个认为什么样的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组成什么样的组成成分 然后可以变成一个呃 变成等于一美元 这个就有点像之前好像哪个项目方提出的 一篮子货币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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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就是啊我usdc的成分占多少 我贷的成分占多少 我usdt成分占多少 然后这三个成分组合起来 然后我就等于一美元是吧 这个好像是deforce的usdx 他还是哪里呢 我之前好像哪里看到我 他这个地方就是这种概念啊 只是这些权重是怎么来的 你像刚才说到的那个那些项目方 他们的那个都自个定义 或者是他会有一些算法 然后他这地方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就是这个 就这里啊 他这里面有几有几个环节 这个第一个就是他要会计算 每个以太坊的美元交易价格 但是合约上是不知道外部行情的 那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拿他有三个交易队 他的code进来的 usd就是他们之前那个挖矿的 可能大家还有有有有同学参与过 这三个交易队 然后这三个交易队都是对以太坊的 对吧 所以说他们给这个三个交易队分配一个权重 然后这个权重怎么来 就是每个交易每个池子里面以太坊的数量 成为你池子权重加起来嘛 然后在哪里那个池子里面以太坊的数量 除以这个总的以太坊的数量就等于你这个池子里面的权重 那么这个权重有了是有什么用呢 就他拿每一笔 然后就后面说到他的每一笔交易都会产生一个价格嘛 因为你是token0换成token1 你拿token1除以token0就是这笔交易的那个以太坊的价格对吧 所以说有了这个权重有了这个价格之后 然后他就他就根据这个权重把这三个池子里面以太坊的价格算出来 就是按照权重然后去去算算了之后得到一个那个那个得到那个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就看一下代码吧 那这个是他们这个这个配要点漏的啊 就是从那个池子里面拿数据 他先把代usdc usdt的三个池子里面的那个就配尔 它是一个刚才这个地方大家有看到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配尔的schemer 然后配尔它是一个那个记录这个池子状态的这个表 他把这个这个表的那个三个数据先漏了进来 就相当于咱们那个可能大家用alm的时候就翻的忘了 这个地方这个玩意儿就是他的那个主件 然后这三个数据拿进来之后他盘盘如果三个都不为空的话 对吧 然后他就他就去计算这个带带带带里面的那个以太坊的数量 对吧这是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池子里面以太坊数量加起来 然后再算出这三个池子的那个 就用算出这三个池子能代表多少权重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其实都是hard code呀 因为他这个token零token因为他们都是指定好这里面是哪个 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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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配尔的 token零就是其实就是以太坊的价格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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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以太坊的价格 然后除然后除以他的权重 然后加上这个里面以太坊的价格除以他的权重 然后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实际上在咱们线上运行的时候 他只用到了这一个实际上下面两个分支没走下面那个三个分支没走进去 就是以太坊的价格就是这么来的 哎这是带的带的价格吧 那好像不是那个不是这是以太坊的价格 你看那带派尔token零price 他那token零是指的是带啊 第13号啊 这里是吧 对你看第13号啊 这个的话我们等会儿再看到那个细节代码的时候再去看一下吧 他应该是就是讲的就是呃 我直接先去看一下 就是token零price他这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呃等会儿讲到这个curl的时候我们呢就看我们先把这个反正这个基本的一个算法是这样的啊 因为大家先先在这儿先留个问号这里 这里因为我那边写的时候后面没有把这个交易量算进去 所以我这就没有没有去细看他里面是怎么记录的 但是他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是没有错的 他就是通过这三个池子里面的权重 然后算出来他的那个以太坊的美元价格的 呃 那些token啊就是这些token都跟以太坊是有呃交易对的 就像这个玩意就是1比1然后这些都有建了以太坊的交易对 然后因为有了以太坊的价格然后这些token就都有价格了对吧 都有美元价格了 然后如果你要去找到你自己的那个创建的token有没有价格的话 他这个地方后面就会需要用到这个whitelist就是先找你跟那个 比如说先找这个就跟以太坊就有价格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去他就会去找这些token的价格 如果所有的token所有的token都没有你建的那个交易对 你的token跟另外一个token不是在这个whitelist里面的话 就是你就会他就会反反回一个那个0作为你的价格 然后这个时候在记录交易量的时候就会加到那个ntrack的里面 啊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像这个pricing里面都是对那个一个美元交易价格的处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先留一个留一个疑问 然后就是这里为什么是带的price啊 他是token量的price 然后看一下他token量price在他往这个写这个数据的时候是怎么写的 呃然后我们就从最外层的那个逻辑就是factory讲解 然后这个地方呢他这个地方就是import进来的这些东西的话 呃这个graph-ts就是他他支持的一些相当于一些model 然后他你支持的那些可以从里面用很多支持的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adress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拿来用 相当于他的那些一些标准库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自己的那个定义的那个schema就是表结构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呃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地方factory啊 他其实types里面是这样产生的 嗯 大家会把这个会定义好这两个之后啊 定义好这两个之后 大家就会去去让他去生成一些东西 然后他你生成了之后呢 他会放在一个他这里还没有生成过 看他的那个packaging jensen 然后他就会放在一个src types里面 啊有 就是他会根据你的两个配你的配置跟你定义的那些表结构生成一些类型 然后这些类型你等会在你写逻辑的时候就是需要用到 像刚才这个地方import进来的就是 types factory factory 其实他就是对应的abic里面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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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y的那个 然后然后然后就是生成的那个一个 数据类型 factory 这个 他这个本质啊他这个文他其实就是把abi 然后给你创建成那个一个创建一个ts文件 然后这些这个里面就是其实都是你abi里面的那些 事件或者是那些function 然后像这个像这个的话相当于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就把他的abi 然后导入进来然后用到了一个paircreated的这个事件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template 因为他每一次听那个监听到一个paircreated的都会去 呃去创建一个新的datasource这个是刚才有说到 然后这个地方是从自己的那个hapers里面自己写的一些那些工具函数 然后 这地方就开始创建他的第一个那个啊 不 开始那个去去创去监听那个 新建事件的这个一个新建新建那个pair的那个事件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event 因为他是 当然这个前面是那个变量名后面是那个事件名 这个这个和这个是对应的 因为这个地方导入进来就是这个事件 然后呢他这个事件 他会有几个参数 他这个本质上这个这这个事件得到的参数 然后他这个事件里面抛出来的那些抛出来的那些参数都会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你都可以直接用他这个事件抛出来的那些东西 其实这个点进去也能直接看到 然后这个地方就看到我们他们这这个是呃 hard code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然后这个他们这个合约地址 也是hard code进来的 但是这个这个是必须得hard code 然后后面下面也有一些地方 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合约地址是一个hard code嘛 然后就是部署了就不会不会改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直接用了那个地址 所以因为他是hard code 所以他也只有这一个那个就只有这一个那个factory address 其实也可以写成一个呃 在他们会也可以写成在部署一个合约 每当有一个新的factory部署 然后然后用那个合约再去抛一个事件给他 然后他这个地方就不是一个呃 他这里就 这里uniswipe factory这个地方他就不是一个那个 他就不是一个只有一个factory的那个 就他因为他这个里面实际上就一行表记录啊 我们可以去有多个factory 然后再去执行那个事件监听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呃 业务逻辑的书写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就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这个就是一些语法的写法 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说他是空的话 然后他在这里去创建一个这个factory的那个 你有一个实例 然后把这些实例里面刚才定义到的那些参数 都给他复制 他默认值都是零嘛 因为因为他那个 这些值肯定都是后面那个有感染号的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得付一个那个零值给他 因为他不那你他没有那个默认参数怎么样的 默认值怎么样的 这这这里也是一个hard code的内容 他这个这个表这个bundle那个表就是ETH price的那个表 ETH的美元价那个表他这个地方也是hard code的一个1里面 然后后面每一次要用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都是去去这个1里面去拿这个这个ETH的那个price factory count这个地方后这个地方是相当于是新创建一个实例 然后接下来就是给这些实例把这些零值往里面填数据 这个地方就填那个叫第一个交易队就是加1 就是以然后后面每增加一个交易队就给他加1这样的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行呢 就是factory.save 是当你其实可以理解为这个地方到这里操作的时候都是写在内存里面的 然后当你factory.save一下之后 他才存到那个postgres里面就像存到那个持久化 不然的话如果你不不save的话 这这这走完然后数据就就还是没有存到那个数据库里面 就是这这这这第一步是完成那个factory的一个那个数据的填充 然后接下来就是token0跟token1 呃讲一个因为他是重复的像token0他就是先判断这个token0 他是先去load一下这个以这个token0他作为他的唯一组件吗 他这个token0是世界里面抛出来的一个参数 就是你配合着对应的那个token0啊 去然后转成那个sgene的格式 他load进来他如果发现是none的话 他就会去创建一个新的实力 然后把一些值临值复复复复进去 然后这地方其实就是这地方都是eac要0的 前面几个都是eac要0的那些基本参数啊 然后我们就先去看一下他他这个地方用到了这个help合约啊 这个地方正好就说到了刚才为什么我们一定得是归档节点 这个地方因为他这里面都涉及到了去读abi的那个数据 就是他他其实跟我们写后端很像 因为除了事件以外我们可能去要拿某一个区块时的一个历史数据 这个地方可以去看一下他怎么处理呢 他这个地方嗯 先看一下他这个地方就是拿eac要0的这些基础信息嘛 这个token0它是一个address address的基础信息 然后把address传进来 然后他返回一个sgene 其实就是这个sgene 然后这个地方有两个hardcode啊 因为这两个token他有点特殊 他们是用那个proxy的方式 他直接去拿没拿到 然后就把这两个tokenhardcode进来了 不过我这他这个他这里这样写 以后如果说又有一个token 也用了proxy的方式的话 他这又得更新一种那个 但这个好像也我现在好像也没有感觉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再hardcode一下 然后更新他们的那个subcraft 然后这个contract的因为刚才这个地方有一个eac20啊 这个这个abi就是一个eac20的abi的那个abi 然后生成了一个type 然后band的一个address 这个地方就跟咱们website里面的那个 啊一天就点newcontract是 contract就是new一个新的contract的实例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相当于我就有了一个eac20的那个token 我还绑定了那个合约的那个实例 然后这个他其实也是一个eac20的那个 也是一个eac20的那个方法 他是简化了一下 这里面就写的东西比较少 他只是会对拿到的数据 然后再进行一次处理 他其实就是abi的那个 abi的那个把把里面取出来一截 因为eac20不是有老肠吗 我们有空就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里面去把哪里的 把哪哪个地方做了修改 他这个里面是把那一截取出来 然后应该是修改了一些东西 但是应该这个地方我都是拿过来直接用 不用去改他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地方的我们的业务需求就很简单 就是拿到那个eac20的那个symbol 然后他然后其实就是他先定一个默认值 默认值等于unknode 然后他就然后这个地方try try symbol 他其实 嗯 他其实就是eac20 token里面的那个symbol的abi 写了一个try之后 他其实就是一个try catch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里面 他这个是他生成出来的 就是每一个合约的那个function 他都会给你生成一个try什么 你可以用这个try 怎么怎么样的 你也可以不用 如果你不用的话 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subgraph 他在运行的过程中有可能会 这个地方咱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叫sync的 如果说遇到一个错误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fail的 然后他就会他会有数据 但是是停止在fail的的那一刻 就是他永远都是一个leash数据了 所以用try的话就会比较安全吧 然后他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eac20的 就合约上面eac20的那个 function的一个调用 我们在try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try catch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 你如果是拿到了这个数值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数值返回给你 如果是没拿到 他会告诉你一个revent 然后可以看一下他这的写法 他说如果说这个结果是revent掉的话 然后他就是 从这 他先从这个contract去拿 contract去拿revent掉了 然后他就再去这个 再用这个这个玩 这个下面这个 从下面这个 方形 从下面这个合约实力 再去拿一次 如果还是revent掉的 然后判断哪一个 eath value 可以看一下他这写的啥 for broken pairs that have no symbol function 如果说没有 没有symbol的那些 合约地址 看他这写啥 返回个0 返回个1 没拿到symbol 他把那个 他把这个值定为e 否则的话 就是那个result 就是从 从那个合约调用取回来的值 然后最后把这个值返回回来 然后返回回来的这个值 然后写到这个token的这个 这个thema里面 后面的这个name total supply 其实都是类似 但是他这里面其实是 有一整形一出的bug 但是 但是他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subgraph 他那个支持的那个 上限就是这样的 那我那边是没有像他这样写 他这个地方支持的数据类型 好像是i i32 还是i64 最大的 好像是没有那个 256的 然后就导致他这个地方 如果是用整形去处理的话 total supply 这个如果定义的特别大 会溢出 这一块的那个 在这下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基本上 但是基本上大家在debug的时候 也会遇到 这地方我之前试过好像是不行 这个地方 基本上后面我都是用stream去处理 这些可能会溢出的地方 但uni uni这个地方就是溢出了 他这个地方有些 他的那个total supply就是不准 当然这些都是ERC20的那些 那些基础信息啊 然后然后他把这些基础信息拿到之后 然后复制给这个schema 他本质上就相当于在内行表记录里面 把这些信息给他定义进去 也只有在他的unun的时候 那一次会去做那个 做把这些数据给他复制 然后接下来就是 呃跟业务相关的数据了 业务相关的这个地方都是一个 初始化成一个零指 然后因为他这个地方就啊 都基本上都是零指 然后像这个是个bigint token1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就不重复讲 然后关于pair这边呢 就是其实也是也是类似 因为因为这个 因为他这个每次创建的时候 他肯定是一个新的pair 所以他这地方就不用判断这个 是不是这个pair是不是弄了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新的pair 然后把那些由那个 字段后面加了感到号的那些 纸都给他复制进去 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 呃他新建一个pair的时候 他就得他他这个subgraph 他就得再去对一个新的合约 创建一个监听 然后要监听的事件是定义 在那个template里面的 所以说在这里 这里就相当于是把对 把那把那些合约地址都以 都放进这个template里面去做监听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四个持久化 就是写这个就到这里的为止 就是就把这些数据持久化到那个合约里面 啊所以这个最外层的这个就是一个factory 就是一个创建创建pair的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创建pair之后 他其实就是持久化了pairfactory 然后token0跟token1这几个数据 这几个那个schema里面的那个entity里面的数据 然后就是一个call是他们的核心 然后在call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helpers里面吧 因为这个里面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用到 这helpers里面就是一个 那个一个一些工具的那个function 跟一些那个那个厂量的那个定义啊 然后这这上面导入的一些东西基本上是 呃这这些这些这些类型就是一些基础的类型 就数据类型可以int呀decimaladdress也是一个类型 然后呃咱们可能有的人可能是用的那个0.16吧 16对吧呃有的人但是所以大家在写新的supgraph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用19了 然后所以要注意一下这边的类型 他们改掉了那个那个有些地方就不一样 如果大家是写19的话 这个地方是用最新的那个supgraph的那个 呃graph.ts的话这个地方呃里面这个地方的一些内容可能就得改 这个地方就没有ezume那个event这个类型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ezume那个类型 然后里面再去拍然后点event 这样的也也没有它那个更新日志也也也也没也没有说 大家可以自己去注意一点就是这一个我记得啊 然后然后这个的话是三个abi的道路 然后这个是那个刚才的那个schema就是定义entity的道路 然后这个这个就是那个也是一个abi 就是factory API的那个道路 然后这两个常量类型就是一个是零地址 一个是那个这个那个factory address 这些地方呢就是它这些地方其实就是 那代码好看一点嘛 然后就然后他把零跟一都基本上是写成一个这个重复使用的方式 然后导出去 在这里他这里是他的直接就就声明了一个那个全局的那个 绑定那个factory address的这个合约 这下面应该是哪里要用的 哎这也没用到啊 哦它导出去呢可能在外面外部哪里就用了 其实其实它的外部半半半的也行 他写在这因为他本身是一个hard code 他写在这其实就外部导出去就拿直接这个instance就直接用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些 比如说那些那个进度的转换之类的东西的 可以看一下这是啥 好他这个是咱们把一个big int 然后转成一个big decimal 然后 BD big decimal from a 这里就搞了一个a 然后写一个for循环 i 等于从零开始 然后 i 小于 小于这个传进来的值的时候 然后 i 往上加 然后这个big decimal 然后乘以10 我想一下这啥意思 1的如果是它是10的n次方 来看一下啊 它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大家可能 EAC要量的时候 里面会有个decimod的参数 是10 然后你有5个 比如说你有 就是5个sushi 然后sushi是10的18次方 所以你把sushi 转成那个decimod的时候 你5个sushi转成decimod的时候 不不不说错了 你它的那个sushi的 那个是10的18次方 所以你这传进来的 这是18 然后这玩 然后在最后返回 给你一个1后面18个0 就是这样的 就是把把那个 把那个decimod的那个数值 给它称好那个0 然后返回回去 然后下面这个是 这也是相当于 把一个18次方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返回一个decimod的方式 这个地方大部分用的 这个地方我大部分可能会用的 然后 这个应该是大部分用的 因为因为大家定义的 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相当于就是把一个 那个常量值 然后转成成 big decimal的那个值 这个就是把以太坊 去转成那个decimod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 把那个数量 然后给你乘一个 除一个那个10的18次方 因为这就不用写18个0 那18进去 它给你算 就是上面那个 这个给你换成10的18 10后面18个0 这里基本上都是 这上面都是一些 精度的处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反正都是工具函数吧 等于0 然后是不是none 反为一个tue 如果是空 反为一个tue 它把这个值跟 0x1做对比 0x1做对比 这好像哪里 刚才之前用到这 到这 它把结果转成16进去 然后跟这个值做对比 然后反为了布尔值 然后下面就是 刚才讲到的 拿ERC20的那些数据状态的 这个的话也是 这个是业务逻辑里面 就是用到的 刚才有讲 每个用户 它的那个 ALP的情况的时候 然后会用到 然后这个是创建 那个liquidity snapshot的时候 用到的 所以Hairpart里面 都是一些工具函数 然后它的核心 就是在这个call里面 所以因为不管是 基本上你跟Pair去交易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 Pair交易对 就是跟这个Pair合约 去交互的时候 的这些逻辑 都是在这个call.ts里面 去处理的 然后像 像这些 像这个 这个dayupdates 然后Hairpart pricing的话 都是会在这个call里面 就主要是在这里面用到的 可以其实都看成一些 工具函数 这三个 pricing helper 跟dayupdates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前面导入的东西 都是ABI 跟那个schema里面定义的entity 然后再加上工具函数 主要就是这三类 这个应该是 新更新的 因为这个我之前没看到 这个前部管 先看主要的 这个handle transfer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那个 因为它Pair是一个 ERC20的 那个 那个token 你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handle transfer 就是对应的这里的 就是每当它有一个 transfer事件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触发 这个handle transfer的 这个函数的这里面的逻辑 然后对那个数据库里面的状态 进行一些 修改和增加这样的 他这里会有一个 他这里先做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 你的那个 transfer的那个目标地址 如果是转移给 那个0x0的话 就return了 并且 transfer的value 等于1000 这个我好像 好像是 应该是 那个 那个 那个uniswap的 那个 合约里面有一个 LP token的最小值 你新创建之后 你就后面 你你即使在提出 最后总有 总有一个最小值 是打到那个黑洞地址的 就是一个最小流动性的 那个值 应该是在每个交易队 那个创建之初的时候 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跟合约的业务逻辑设计有关 然后这个地方是 把那个factory 漏了进来 然后transaction 它这个 它这个event 我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event是 它这个是transfer 但是transfer 它上面还有一个 它你可以看到 这个他们这个 原来这个定义啊 它transfer是继承了 然后外面这个这个event的 所以它里面还有几个可以用的东西 因为我们可以可能想到 光是一个transfer event的话 它就是front2跟value 就是一个transfer的一个时间的几个 但是它这个继承 继承过来的那个 在这里点不进去啊 然后我可以在这儿 在这儿给大家啊 我就口述吧 这个不然的话 要是看那个nodemodus里面 它那个gravity.ts里面 其实有有写 就是它这个event是继承过来的 它那个附类里面还定义了 broker 然后transaction hash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到后面都会用到 所以只有只有那个 咱们事件跑出来的东西都在 那个都在那个这里 刚才直接在这儿看 就是跟咱们事件相关的那些阐述都会再放在这个里面 但是它其实event点broker 点圈三个线卡系啊 都是可以拿到那个当时和那个区块链那个时候的一些数据的 它就跟合约写合约还有点类似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这个全三个性是一个空的 然后就相当于是初始化 并且给大家先那个附上一些空纸 拎纸 因为这个地方它外面这个mint它其实外面加了一个改善号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你必须得放一个空速度进去 就不不能是闹 然后后面就是刚才说到它有三个这文 它有三个那个一个是mint 然后是bong 然后一个swap 然后它就是来判断你这个这个event里面 如果 它先把它先我们可以先直接读一下图吧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transaction点mint 先去把这个放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不是from的那个地址 如果是零地址 就是代表你是一个挖矿的一个过程 挖矿的一个那个 哦不是 就提供流动性给你去放那个 提供流动性给你发alp token的那个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 然后在这 把这个mint的这些 那些刚才定义到的那些 那个属性去给你复制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因为你mint的时候 你那个整个lp token的数量变多了 chance for value的80%或者多少的那种的话 你如果它放到那个value是 它的flow地址传进来的value的话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就不可用 所以这个地方 大部分token还是可以用的 那个时候就会需要需要你去读一下那个合约 去读再去call一次那个合约 那个那个用户身上的那个或者是这个total supply变成多少 或者那个用户身上的那个余额该计为多少 这个过程的话呃会有一点消耗性能 因为如果你是直接这样做那个加减法的话 它本质上就是呃一次cpu直线的计算 如果是那个如果是一些的call信号的话 是有一次网络到调用 然后它会影响到的东西就是呃 如果你那个就是call用的比较多的话 它会影响到这里你的那个同步的速度 现在基本上现在基本上像uniswap 他这个的话我估计得两三天 就是就是大家可以刚才看到他那里 他那个他那里是有一个定义了一个取起始区块嘛 然后像他这边的话是有 我七百多万的那天要七百多七百多条 那个那个数据记录 然后两三天是要的 我我那边的话反正呃也要十几个小时 如果是call这种呃这种abi调用比较多 会延长你的那个subgraph的那个同步的时间 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那个entity的那个记录的数量 嗯 接下来就是刚才说到的他这个把这个mint的这些 他先把这些mint的这些这个 那个参数然后给他填进去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次save看一下 啊这里在这里进行了一次save save就是写进数据库吗 是的 你你你如果不save的话 你那个就你那个数据其实都是都是这个产数 写的是啥因为它是一个蹦蹦的一个过程啊 蹦等于全塞加性点蹦然后他去看这个蹦这个event new一个bong event 然后 if 他认为你这玩意就你这个就永远他就把你也当成是一次销毁事件 这里 因为永远取不出来了 然后他把这个地方记录了一条那个bong的记录 然后放在数据库里面 这还有一个to do 这个以前我也是没看到的 可能是可能是最近加的 然后push到那个宿主里面 然后进行一次那个save 这个地方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bong 就是是用户真正是想执行那个数据流动性的时候 然后销毁lp token 他其实他他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他其实判断的方式是 你是不是把那个lp token转到了零地址啊 因为他实际上在那个uniswap合约里面 他就是抛出了一个 转转给他会抛出一个转给那个零地址的那个事件 因为你去蹦的时候 嗯 这个地方我看这个地方 from这个地址我想想啊 他这个from地址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然后他是from地址写了配尔点id 必须点这个可能得看一下他们那个 看一下uniswap的那个合约 他那个地方 看看我这儿 看一下他这个bong事件这个这个呃应该叫remove liquidity 看到这儿是怎么写的啊 他这个地方看一下刚才这个bong的这个地方 在这儿 对 在这儿销毁 然后这个invent啊 他其实是全他其实是transfer的这个invent对吧 但是他这儿他计为一个bong的操作 因为因为讲道理如果我们让我们好理解的话 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根据 因为他这个地方bong其实也是跑出来事件的 你其实根据bong去去每有一个bong的事件 然后你再去去把这个entity往里面加可能更好理解一点 我们就看一下正好看一下他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transfer的时候怎么怎么实现的 怎么写 然后他去去拿这个 他这个bong肯定是在那个remove liquidity里面用到的 这个难道是从root里面直接就调用过来的 是吧 是吧 我们从这儿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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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他应该是有一个proxy的那个 科学 有一个loot 然后remove move 当他移除流动性的时候 他是去 看他这都调用啥 在进行一次移动性流出的时候 他先拿到Pair的那个地址 然后 把用户身上的liquidity转到 这个Pair上面 哦哦明白了 他把用户的LP token转到了这个池子上面 这一笔的时候 然后再去调用这里的一个泵 然后再调用池子里面的那个销毁的那个方法 所以他在transfer flow的时候 是抛出了一次transfer的事件 然后这个transfer 然后这个transfer的事件的时候 然后他的那个 transfer flow messaging.sender 就是flow是这个用户地址 to地址是Pair 然后是liquidity 我们看一下他这里写的是 嗯 嗯 就是当最当他这个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他先把他先把那个用户身上的那个LP token转到了这个Pair这个地址上面 就是转到了那个交易池地址 然后销毁的操作就是然后再抛出一个transfer事件的时候 然后第二次transfer事件抛出的时候 刚才那是第一次第二次transfer事件抛出的时候就是销毁嘛 他其实是直接改total supply 然后再改那个 就是改total supply 然后再抛出一个从这个从那个Pair地址转给0x0那个地址的一个transfer事件 所以他把这两个条件联合起来认为是一次bong的那个事件 我感觉这个这写的还不如把这个拆开来去监听那个bong事件呢 所以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在这里捡了一个那个 把这个total supply剪掉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bong的这个entity 然后往里面填数据 其实可以其实跟上面那个mint一样就是一些基础数据 然后这个地方transaction 然后pair liquidity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基础数据 这个玩意儿 我这个玩意儿应该就是他等会儿去监听那个bong事件 然后去修改这条记录的 这下面我估计他是在修改needscomplete 就是在bong事件发生的时候 然后把它改为一个force或者chue 改成chue 这个地方他先继承一个force 这个继续往下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这个这玩意儿 特别长 因为他基本上每一个subgraph里面每个函数 其实都都写的蛮长的 他其实很多是重复性的那些那些地方 那他这里面其实是记得mint跟bong 然后那swap应该是在swap事件里面再往里面添加的 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两个处理完了之后 这两个日子干嘛 然后 他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有因为他是一个transfer之间嘛 你有可能是你转一个lp token给我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过程就是把你身上的lp的那个balance给你减掉 然后把我身上的得得加起来 但是他这地方我们仔细看一下他的细节吧 就是第一个就是create 他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工具函数里面的 create他的这个过程就是 你这个这个这个配er address 然后你这个用户是谁 就是我用户在哪个尺子里面有多少lp的那个数据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那个组件就是用户地址跟配合地址 然后lp token balance 他一开始就写一个零值进去 然后return的时候 然后asas这个然后返回一个数据类型 就是跟这个是对应的 这个这一行看一下什么 ifliquity token balance等于none 就是这个值你不能是none 你得写上一个零 然后这个地方他会提 他会一个抛出一个 他会在这里 他这里这个地方是有绿质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如果是在那个 主网上进行debug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这里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就是主网上 如果是debug的话 或者测试网上就是用以太坊网络的时候 只能通过打绿质的方式 然后打绿质的方式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他打的叫绿质 刚才的那个地方 这地方log.error 然后我们平时我们可以平时用log.1什么的这样的 它是有颜色区分的就比较好比较容易去看出来你打出来的什么日子 然后就回到这个课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看一下 他刚才是把那个用户的那个 就是用户的那个entity给创建出来 就像给你创建了一条 那个表 那个表记 一行表记录 然后他把这个 pair contract 他这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是一次读合约的过程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有一些token在转移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比如说那个lp token 可能会会变少 那个token会变少 他这个地方就是直接去读你的余额 然后把你 因为他的那个lp token 是都是pair 那个合约里面写了 都是那个十大十八字方的嘛 所以他这个地方 就直接hardcode一下 没有去读 没有他那个这个地方 是没有去读 那个 嗯 他就没有去读 他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因为很多erc20的 那个 如果我们自己写啊 因为不像uni这个地方 他还是有不少地方 是hardcode的 当然因为他的业务逻辑 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这么写 因为他的yatr0都是 他的那个lp token 都是十的 那个都是十八位精度嘛 然后但是我们实际在 呃 我们实际的话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呃dex就像 比如就像dodo一样 他的那个lp token的 那个精度 他不一定 他不是固定的 他是根据 那个 他是根据你池子里面的token来的 所以池子里面的token 他不是 啊 一个固定值 所以这个地方 就可这个地方也可以不用写死 两个方案嘛 一个方案就是 嗯 每当你知道 这个就是你在前面 哪个地方是得有写 把这个token 录录到你的数据库里面 录录到他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 一个呃 逻辑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存入一个dex 然后这个时候 这地方可以直接从库里面读 另外一个方式 就跟前面这个地方 用balance of一样 就是 paircontract点 dex 然后括号 然后那个 paircontract的那个address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event 抛出来的那个address 然后这样的话 也可以去 啊 把它的那个 进度处理之后的那个值 然后复制给这个 liquidity tokenbalance 像他这儿因为固定了嘛 所以就都写死 然后 然后他再把这个用户的 一个当前的 一个 这个 那个 lp token的余额 得那个持久化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说到的 那个之前说到的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呢 那么那个helper合约 helper那个 那里面代码就开完了 这个就是创建 那个当他在执行这个lp的那个变化的时候 他会给你在当前当前的这个历史中 在创建一个快照 但你本质上就可以认为这是用户的一次 用户的一次那个lp token的操作的时候 他同时帮你创建了一个快照 当然其实这个地方 他为了方便啊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其他的查询方式 这个就是看我们写subgraph就跟写后端的思路一样的 就是我们我们定义好之后前端怎么查 就是比较方便吧 因为他这个地方 后面都是通过API去查的嘛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它组织组织到 一个这个一个那个entity里面的话 就是前端可能就查询起来会方便很多 就是从可以他拿这个时候的历史状态的时候 就是他操作的时候历史状态的时候 他就直接就是从通过这个schema就能拿到了 我他们还有一种方式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后面等会儿要说的 他可以指定block的 你可以指定查过去某一个区块里面 那个时候的数据 那么这个会麻烦一点 因为这样他要查询的时候 他先要去查 他在这个liquity那个liquity那个发生的时候 那个createliquity position这个发生 那个发生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create 他应该是那个update 这个update发生的时候 然后他得记一个block 然后再去根据block去查 那个当时的那些 那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全局的一个状态 像他这样写就会就是方便 前端就会挺方便的去查一下 那个这些状态 然后这个地方就看完了 我如果讲的太细 大家可能觉得那个时间 那个脱太久的话 我可以快一点过 啊 sync他这个其实 sync发生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跟刚才的transfer一样 他这个unitswap他写这个subgraph的逻辑的时候 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 就像我们平时写的多时候可能是swap发生的时候 记录一条 然后bun或者是mint发生的时候是记录一条 他们其实他们这个是结合合约的设计吧 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 合约在那在哪里去发生这个sync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都是知道 应该是用户在提供流动性了 或者是用户在swap了 然后这个时候会触发那个那个刚才看到的那个这个curse里面的那个sync的那个事件 因为他这个其实都是根据业务逻辑来的嘛 就是在update的时候 然后update其实就是swap跟liquity这些操作发生的时候 mint然后bun 然后还有对外部这个可以调用的这个就是针对那些算法稳定币的这两个 你外部可以直接sync那个就是同步一下那个合约状态 所以他是在他先去监听他去监听这个sync的这个事件啊 然后在sync的事件里面 然后他再去做一些操作 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 到sync发生的时候 他先去load这个event的adjust 这个就是event是哪个adjust抛出来的 他就是然后其实因为这肯定是某一个交易队嘛 所以他就是把那个交易池的那个数据状态漏的漏的进来放进这个里面 然后token0跟token1也是一样的 然后一个全局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 这个handle sync handle sync是在哪挂上去的 挂到那个挂到graph上面去触发的 在这儿配置文件里面这儿 哦哦有好几个temp 另外一个 嗯 reset factory liquidity bystamping total liquidity 它这个是设置 就是unisweb一个全局的liquity换上成eth 然后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减法 这怎么减的呢 tracked reserve eth 这个我们等会我看一下 这软件是在哪里给他复制的 他拿他unisweb的total的 然后减去这个这个pair里面的这个 这个reserve 就是创传他的eth reset token total liquidity 这个地方就就就就就是改 改那个token0跟token1的数据状态 看一下pair.reserve0 这三个好像都是一样 都是在做那个减法 这这块我之前也没也没细看啊 就就这就就先快速的就先过 等会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这是做减码 因为thinkthink是一个同步状态的那个事情 有可能是有可能是add liquidity 也可能是swap 然后先这这几方就是用到了那个think的时候 他抛出来的那个两个那个参数 可以来看一下这地方 因为在我的在我我之前记得业务逻辑里面 应该是根据那个根据那个 就是就是更上一层的那个函数 更上一层的事件 然后进行那个啊 进行写那个handle了这样的 啊think的两个think出来的两个那个参数就是两个reserve 而且把两个reserve 因为因为他think抛出来的两个是当前那个合约上面的两个池子里面的那个呃 池子里面两个token的余额嘛 然后他之前他这个convain的tokento decimal就是把你这个token给你转成那个 把处理进度之后的那个数值直接复制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他对外提供的数据是一个很是一个准确的那个 那个那个token的token0跟token1的那个reserve的值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应该是刚才说到的 前面遗留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price里面的那个token0的价格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reserve1的那个 这这这这这就是当不等于0的时候 配啊点token0的price 等于reserve0除以reserve1 他就是就是当前那个token0的价格 等于reserve0除以reserve1 等于reserve0除以reserve1 等于reserve1 等于reserve0除以reserve1 等于reserve1 token0的价格是 token0的价格是 代的数量除以以太坊的数量 所以他本质就是一个以太坊换成多少个代 就是我们认为的以太坊的美元价格 对吧 对是的是 他就为什么就token0 然后token0price不是对应的 这个名字的感觉 嗯 这是这是也在反常识 啊 他然后为了处理 因为他当他父母不能为0 当他父母为0的时候直接返回一个0 所以这个地方就解释了这个 这两个就是解释了那个刚才的那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刚才之前跟大家说的 他就是一个按照权重来计算以太坊的美元价格 然后得到以太坊的美元价格之后呢 这些东西又都是跟以太坊去建立过建立了流动池的 所以这些这些那个token也有了美元价格 如果你的token是跟这些token建立的交易池 所以你的token就会有美元价格 这个就是fund这个fund那个 啊 他不是 这是就有了以太坊的那个价 就是你一个token能换算成多少以太坊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他这个他这个刚才大家有看到一个bundle啊 就是bundle他是记录他其实是用的是这个bundle是用来记录以太坊对应的美元价格 他实际上在这个持他实际上在计算一个token的美元价格的时候 他都是换算成你一个token能能换算能换成多少个以太坊 然后再乘以那个美元价格 所以这个地方他会大家会发现他是每次在拿到拿这个token的美元价格的时候 他都是先去记录你这一个token呃能值多少以太坊 所以在这个地方嗯 在这里大家会经常看到为什么记录了reserve usd 还要记录reserve eth 就是这就是uniswap他们的一个记录方式 他们会把他们认为美元交易量是你对外的那个对外对外这个展示对就大家可阅读的时候一个大家可能都都会以美元的方式去记录 然后他同时也会记录就以太坊也当成一个基础的那个计价货币来记录你这个token或者是pair的一个状态 就他用两两种那个基础单位然后来衡量你这个啊tvl啊或者是volume这样的一个数值 所以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大家可能看到这里的话就是fine的ethporetoken 然后这玩意有了之后呢 然后再乘以那个bundle里面记录的那个eth价格就是美元价格 所以他会记录这两个东西 嗯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bundle这个地方就刚才说过了就是他就是刚才按照权动的方式拿一个美元价格拿以太坊的美元价格往里面一寄 然后这个token0跟token1的话这也啊这正好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就就过了 嗯 然后就是刚才有说到有可能你的那个你的一些啊数据就就比如说我现在建了一个啊 建了一个sushi啊我他如果这有可能有sushi啊你你比如说我建了一个abc0对abc1对吧这这两个我创建了两个token都没有啊 嗯都没有建立过对以太坊的交易对那就是没有以太坊那就是没有那个不是对以太坊是对这些对这些token 如果我创建了一个token是跟这些token是从成成配对的就是会有会有价格这个点info页面就会有他的美元价格不然呢就是一个untracked的的状态 如果两个都是我自己建立的那就没有美元价格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有他track的就会是我我能追踪到的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从这前面已经拿到数据的然后能追踪到的那些数据就会寄到这个track的这个里面然后追踪不到的然后就会放到那个untracked的里面 这个地方我们就快速的过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把配的数据记录了一下然后uniswap的就是像全局的数据记录了一下然后最后在这进行一个那个持久化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记录都是业务数据嘛无非就是那个交易量跟那个那个流动性tbl 然后这下面就是mintbong跟那个swap这三个其实这三个我们就主要看两个因为mint跟bong肯定就是一个相反向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mint他是怎么做的因为刚才大家其实都在上面看到他在上面在那个transfer的时候他做了一次那个mint的那个事件的记录 但是他里面放了一个布尔值在里面写了个false是吧他先把这个这笔呃这个就说到刚才的那个那个因为mint的时候会有mint的事件跟transfer事件啊 然后他把这个transaction拿出来然后然后刚才那个transaction再漏的进来哦这个玩意儿就是大家在大家在写subgraph的时候还要注意的就是一个事件的抛出顺序啊 因为这个的话在你如果说一个如果说你是在多个handler里面然后去处理那个一个数据的业务逻辑的时候你最后一个handler然后相当于 这里面是有这里面是有事件是有顺序的嘛如果你是数字上面加减的话这个地方反正一定要注意一下是谁先发生谁后发生的 然后他会再按照这些顺序然后给你处理 这个其实我们讲道理应该去看一下这个应该去看一下mint跟那个transfer的那个数据事情啊但是这里我我我就不看了这个肯定是mint应该是在那个transfer后发生所以他才能去改那个布尔值 然后这个transfer.mint拿出来然后去 然后去mint event 啊他这里是直接给他这个上面的entity这个地方是定义成了一个mint event对因为这个用s就相当于给他起个别名嘛因为我们记得刚才那里面是写的mint 然后把这个load出来因为transfer刚才说到了因为有事件有执行顺序的吧所以这个玩意其实这里面是有值的可能对吧就是上面那个transfer里面定义的值所以他这里就不用去判断什么一直弄什么玩意的 他所以他这个他这个地方写的逻辑就是在在transfer的时候先把这些下面可能会发生的可能是mint或者干嘛的那些 都都先定义好然后在这里时候就直接mint的时间发再抛出的时候直接用所以transfer在前mint在后 然后这个地方然后配尔然后这些都是那些配尔uniswap这些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load进来后面肯定要改因为后面肯定要改这些数据的状态 然后这也是对吧 然后token0跟token1 首先mint它是一个挖矿对吧 不不是挖矿它是一个铸造流动性对吧铸造流动性就是提供双边代币体 然后你获得lptoken然后双边代币的那个处理deximal之后的数量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这里呢是一个技术 就token0跟token1都发生了一次tx count 这个的话所以就大家就会只能在这用 如果说你去计算你去你去把uniswap的这些数有些数据拿出来 如果你直接用你其实还是得看一下他们原来这怎么写的 因为很多地方你会会计程重复的那个交易量啊交易时间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可能会造成这个重复重复记录的一个计算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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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对那个以太坊价格的一次处理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啊刚才我们这不是这个地方是token0 token1的那个往上加1这个地方再把配合跟uniswap的往上加1加完之后 然后这这些这些记录值给他一个持久化 然后这里是mint这边做的事情 给他填值 这个0跟1的数量刚才是处理进度之后的 那我放进来然后logindex 然后这个地方呃这个跟前面那个think那边也是一样的就是给用因为它是一个提供流动性嘛 然后把用户的一个流动性的数据跟当时的一个快照然后记录下来它是两个增加两个entity 然后这一块的数据就就这块应该是讲一下最后一大块了 因为刚才一直发现咱们这几个基本上都过完了 然后这个是唯一没有过的这个地方就是呃利用这些数据怎么去给他去生成一些比如可视化的这些图表的这些数据就是怎么来的 他这里还嗯 在这 基本上我们先先进去看一下吧day update 他这个基本上其实就是在一个mint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因为他里面其实就这五个 这就是配的然后配有个日和小时的然后uniswap全局的然后token只记录日的这样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呃这个是先整全局的你这里这里他其实那我们先这里如果我因为我记得他如果不是他如果只是一个event的话因为 他你是不知道他那个参存事件参数的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零值啊 对 然后他现在这个全局的全局的这个地方处理时间戳的方式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参考一下他这他这个时间戳是是这样来的就是你block的时候每个block都有一个以秒为单位的时间戳对吧 一天是八一天是八万六千四百秒所以拿这个除以这个就是取他整数的部分就代表着你这个day的一个你这个日期的开头对吧 因为他是零时区他这个地方的日期都是零时utc0啊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然后再因为他这个地方其实是取整嘛把鱼数把那个后面的那个dl什么取那射掉了然后他做这个乘以这个然后就等于当天临时的那个时间戳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这里做了一个这么的处理吧然后 然后他再把这些数据往这里面记当然这里面除了这个day除了 哎话说这地方为什么要用这个因为我记得下面才用到 他这个地方是记录了这个时间戳就是告诉你啊我这个uniswap是在哪一天部署的其实本质上其实哪一天发生了第一笔交易 然后在这里他把这个时间戳记下来了这个后面也不会update的他也就是在这一次会记一下 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是一个空纸uniswap的这个等于load 啊 factory里面的他把factory里面factory里面刚才说到有累积的那些值吗这个这个是常见到的就是他会把这个entity里面的一些值 然后复制到另一个entity里面就是刚才snap那个snapshot里面就是就是他就他就认为我uniswap里面的呃 uniswap当天的这个 我在我在理一下啊uniswap factory里面的liquity usd 跟total liquidity这个直接复制进去 那么我下一次在更新的时候也是会跟每次都会更新这个值 那么啊我知道了他这个地方的这个值记录的意思是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里面的total的一个那个累计的那个 累计的一个那个那个那个美元跟那个那个以太坊的一个tvl 因为因为其实看到这里就是每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更新一次 但是他这个你一天每一天你每一天过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那个唯一键嘛对id嘛都是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你每次update发生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其实他是在update一下这个uniswap的一个最后一次 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一天里你是最后一次就会被你那个事件的那个当时的值记录进去 这个是全局的然后这个pair我们其实看一个因为小时跟day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维度不一样 然后dayid就跟刚才一样的就是除以86400 然后这玩意就是除以3600 从0开始到现在是第几个86400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如果这一天的只这一天的那个数据没有被没有初始化 然后给他初始化一下然后这里就是呃也是把一些全局的这给他up放进来 这也是一样 然后tokendaydata其实tokendaydata也是一样的 哎这玩意还有个没写完的 呃 哎这里怎么还有个没写完呢 这个地方啊其实跟前面也是一样 然后就是以token的方式那个token的维度去记录嘛 然后也是每次在update的时候 会把一个total的那个值放进来 他本质上就是当天最后的那个值往这里面一放 所以kull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都就讲完了 然后bun跟kull就是一个反向操作 其实他这都是一样那上面做加下面就是做减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然后其实我们其实看到这里啊 他其实update的数据也就只有这些 因为他没有他在这里的时候update 然后直接在这里save了 他并没有把他并没有把这个tokendaydata这个 他其实是返回了一个tokendaydata的 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返回值拿回来在这里处理 在save他其实 其实就是我们写的时候还可以在这里再 再进行一些的延伸哈 swap其实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这里是有交易量 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现在其实所有的都是跟tbl有关的 那个跟那个流动性相关的 swap不一样的就是做交易量的计算 其实本质上这其实业务逻辑也差不了多少 他本质上就是先把这三个那个就是配 token跟token0 token1都都漏了进来 后面还有一些更新是在update 这里面后面也会在这里 哦这里就就就就有刚才说到了 他把那个返回值拿出来 然后返回值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里面还有交易量的信息 然后他把这个返回值在这里 然后再进行一次那个相当于数据的那个复值 然后再在这里再save 对吧 我以为他一开始他在这里是用到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amount0 amount1 这个地方也是他们一种记录方式吧 他因为他这个因为因为你一个他一个事件抛出的时候 他就是你有可能是 token0进 token1出也有可能是token1进 token0出嘛 所以他这个地方记录的就是一种方式 0 token0应 token0out这样的 反正肯定都是有两个指示为0的嘛 然后这两个啊 因为有肯定有一个是0 他这两个就是硬跟out一夹 然后就成为token0 total 然后就是相当于token0的volume 就是然后以这个值作为一个 后面token0数据变化的那个值 因为他应该 因为liquility那边可能是有减法 这里既然多volume的那个计算 肯定都是网上加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美元跟以太坊 以这两个单位然后去去记录 然后track的这个跟前面就一样了 track的ntrack的记录进来 然后token0的数据就是交易数据 token1的交易数据 然后这个也是那个交易比数 然后pair这边也是 其实其实这个地方本质上都是这些 啊这些就是交易volume的 往里面的一个添加 然后这个地方是改那个uniswap 那个全局的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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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uniswap factory 这个entity里面的 因为他是一个hard code的嘛 所以他就就一行记录 然后改这一行记录里面的那个 交易数据对吧 然后在这里都把这些 把这四个指把四个这四个都save一下 本质上就是pair里面的交易量变了多少 token0其中然后token0他又在token上面记一下 token0的那个交易量 token1的交易量 因为那个他的表是多对多嘛 所以他这个地方会数据是不一样的 啊然后是transaction 然后刚才刚才在上面有说到 因为上面我们的transaction handle transfer里面就看到那个啊 mint跟bump 然后然后swap他在这里添加的 然后他把然后在这里把一个swaps里面的那个把那个swaps 然后pushswaps然后在这里然后swap 然后swap.save就是swap的数据 其实本就是刚才说的交易量的数据啊 然后还有一些当时发生的时候的那些哈希啊时间拖 然后再把这个push进去 然后把transaction save一下 这样相当于transaction里面是记录了那三种 那你可他可能是每一种事件 然后就放放进那个数据里面 接下来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啊 嗯讲到的那个那个图表那边用到的数据 然后就重复就是就是那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 这个event传进去的时候它是一个event event event他这边是一个event的这个这个这个类型啊 这个类型因为他没有那个参数 所以他不知道他的交易量 所以他交易量的数据只能在这里把这个把这个返回值拿到这里 然后然后在这更新更新完再save 好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这个subgraph的代码就讲完了 然后因为想跟大家多就是可能可能大家会有的人可能之后会直接用到 所以今天就是想干货就讲多一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query里面的东西 哎 我有问题 哎 281行那个就为什么他要漏的最后一个那个 记住 哪一个 这里是281行 这个 嗯 那样handle mint 嗯 就是他是怎么去他是怎么去确定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mint.lens-1就是这个mint事件嘛 看一下啊 因为呃 呃 嗯 刚才说到事件呢 是transfer线发生 如果他是有 多个的话 呃 嗯 嗯 那个我想要mint字的那个抛出的选须 跟这里的这个 那这个英语是entiting 应该是你存到数据库里边的那个 哪个 这个 对啊 哪哪这个 就是mint event不是吗 啊 他这个mint event就是就是这里合约这边抛出来的mint嘛 抛出来这个mint这个事件嘛 然后他这个地方呢 length呢 其实是那个数据的那个长度 对 因为他他他那个数据的长度 现在其实 对我们我们得看一下这里 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这个数据的最后一位 就是数 为什么他认为mint的最后一位 就是对应着我们这个这个mint事件 这个因为他有可能是多个嘛 就一个transaction里面是有多个mint的事件 来再往下这里自己看一下 mint.lens是最后一个 那么实际上一个transfer 发生的时候 这可能得看一下他那个 pair扁平化之后的那个代目 我们就去随便找一个 这里 bair扁平化之后 这个可以 我们就去看一下他一个liquity的那个执行的时候 那个 呃 一个执行顺序吧 那个那个事件的抛出顺序 add liquidity 对他是在路由那边的 还是得看这个 还是得看这个 最后还是掉到一个pair里面的mint 他回味掉回味掉到pair里面的mint 最后一行 啊 最后一行 其实那个mint就是最后一行 前面都是在那个 把它两个 添加流通信的那两个b给转 转到合约里面去 然后最后一行那个合约掉合约掉了mint 啊对 但是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281号是吧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 他其实 这么写 为什么mint是一个宿主 就是因为他一个transaction 可能是有多个mint 事件出mint 事件 那么就是相当于有人在一个交易里面去 包了多个mint嘛 然后为什么他这个地方 会去拿最后一个他怎么去定位到 就是这个mint event 一定是的最后一个 那个 是的 最后一个就是mint length-1 那么前面的那个mint 前面那些mint是哪里去了 想想啊 你看那个pair里面那个mint有多少个 还是没有循环 就是pair那个pair那个合约里面那个mint方法 哦 我我我我我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了 其实这样的 因为即使有一个人 他去 多次那个 因为他这个mint啊 mint 他是在那个add liquidity的时候去调用的 嗯 即使你有一个人像刚才我说的 他是多笔操作 对吧 你他是多笔mint多笔添加流动性 你一个transfer之后 你你transfer之后 然后会发生一个mint事件 对吧 然后你然后你是你第二笔那个第二笔的那个那个lp token的那个挖出来 也是一个mint也是一个transfer 然后再对应下一个mint对吧 嗯嗯 所以他这个 所以他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trans 他是在那个每个transfer世界里面 transfer他肯定是寄那个id了 我来看一下 Transaction的这个地方 他是transaction hash 然后transfer 他的mint世界在这儿 嗯 他 mint 的这个 id 看一下他是这么定义的 哦 你看他 mint 的时候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个 transaction 是一个 transaction 因为他这地方就是一个直接用 hashi 作为他的组件 然后他的这个 mint 的这个组件 他是这个他是这个 transaction hashi 然后再拼上这个 mint 再再拼上这个这个这个事件对应的那个 id 因为他在他在执行 如果如果你是拼起来的一个交易 他在执行的时候一定是啊 一定是就是那个一个 transfer 事件 然后一个 mint 然后是一个 mint 事件对吧 那这个 mint 的组组不就是永远是一吗 不会永远是一啊 他 mint 你你可以有多你可以有多个那个 他不会是一他是有多个民 他是你一笔交易里面 我等一下啊 你的意思是他在累加是吧 他在累加 然后累加的话每次都拿最新的一个就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啊 我是觉得他每次不都是每次穿 就像你们说 transfer 同时命的一次嘛 那每次学习都会调用这个函数一次 那实际上他命的只有一次的话 这个数值只有一个元素 嗯 然后你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放到 transfer 那个数字里边 这个是 mint 数字里面 而不同的数字 他这里往 handle transfer handle transfer 是 transfer 事件发生的时候啊对这这好理解的他是 transfer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然后他这个当你第二次发生 transfer 事件的时候一样的你 transfer 发生了之后 然后他这个地方已经不是 non 对吧 你第二次发生的时候你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这个是 non 然后 mint 去给你这个地方去付一个空数字 你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然后再给你复制 当你第二次发生的时候 当你第二次发生的时候 你其实他先 handle transfer 嘛 然后再handle那个 mint 嘛 这个时候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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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数字里面就是只有第一个那个 呃 这么讲你第一个第一个 transfer 发生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 mint 然后不是多了一个吗 对吧 当你第二个 当你第二个 所以他那个地方啊 mint.length mint.length 减一就等于零 就是你对应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是这样的 这个handle那被掉了一次 然后那个handle mint掉了一次 然后这个这个handle transfer又掉了一次 然后那个地方handle mint又掉了一次 所以就对应起来了 对吧 他就是拿最新的那一次的 他就是累积的 那个mint一再累积 每次都往屁股后面 对 因为他因为他这里就是就是先先先有一次transfer transfer本质上就是从他这个transfer是从adress zero 就是从link地址转给用户 LP token的那个transfer嘛 对吧 那笔transfer发生了 然后他过接下来mint事件发生了 对吧 然后他封装了那笔交易里面 然后又到第二个池里面去提供了流动性 对吧 或者也是这个池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第二个那个transfer事件发生了 然后第二个mint事件又跟着发生了 然后所以他在一笔交易里面 他是handle transfer handle mint handle transfer handle mint 这样执行的 哦 他一次性 一个动作可以给多个池的添加流动性是吧 所以 对 对所以他 所以他就是他就是去拿 因为他每次他去handle mint的时候 他一定是是刚刚刚那个handle transfer出来的那个mint 对 你们理解了吗 没有 就是这样 啊 就是这样吧 对 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可以吗 嗯 他这个其实主要是讲的一个合约里面的一个事件的那个抛出的执行顺序啊 你刚才就想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说到这个执行顺序这一点他就是用了这个点然后去他去他就是用了这个点然后就能保证每次他去取那个数组里面的最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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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他就是啊我这个mint 所以就会变成事件对应的元素其实我们讲道理我们可能大家写的那个方式就不会像他这么老就会直接根据这个事件来 有mint的事件来 嗯 就是在呃我看看是不是这个啊 呃对我们就是看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就是这几行对吧 如果说如果说我们我们我你你你你写了一个合约然后多掉多次调用这个add liquidity对吧 那么在你的合约里面不是一行add liquidity两行add liquidity三行add liquidity对吧 然后抛出事件的顺序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第一次add liquidity调用的时候这个地方呃 这个地方mint里面然后会有一个我可以直接去mint里面看一下 嗯就就直接这说吧mint里面刚才那个同学也说到了mint里面先有一个transfer的事件transfer的事件其实是那个啊 啊1rc20的那个那个里面抛出来的然后再有一个mint事件 所以这个时候刚才的说到那个三个操作第一个操作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操作的那个transfer跟mint出来了 所以所以所以每当你去拿一次mint的时候你都是上面一个transfer然后push进去的那个上面一个transferpush进去的那个mint就是对应的你这个世界mint的那个那一笔 嗯它是就是一个events里面是有呃是一个数组对吧 然后啊这个数组里面包括两种类型的事件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是transfer第二个是mint是这样的 嗯对他是按顺序执行的这个这个反正如果写sup graph大家可能会时常运动就是数就是那个那个那个event的就是合约event的抛出顺序会对你的那个逻辑的那个逻辑的那是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就是利用了这个抛出顺序然后去去去去去去告诉去告诉那个entity去告诉这个sup graph他刚才的那笔mint是谁 那他这个名称有点问题吧就是他为什么叫mint呢就是那你直接event不就好event最后一个 不不不不因为他是这样的他是他这是这是mint他是那个那个mint的事件嘛 mint的事件就是那个呃 mint的事件就是那个增加add liquidity抛出来的那个事件他这个地方其实分类是有也是有有道理的他其实一笔transaction他那个transaction所对应的三种可能性 就用户来我们uniswap来发起来一笔transaction他有可能干什么所以一是mint对吧 add liquidity二是remove liquidity三是swap只有这三个所以他就分了这三种类型 嗯把这个交易其实就贴贴上了这三种类型的标签 然后然后其实他在这里这么写其实因为嗯就像就是就是很多套利机器轮你你是多在swap的多个交易做在那个unit的多个交易对里面可能会进行操作 你可能以太坊换成usdtusdt再换成代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他会是一个宿主 就一个transaction他这里面是对应的写一个宿主去去去记录这个你在这个里面所有进行过的操作 嗯嗯 就是有bunch的情况不只是单比就一个交易是个bunch 嗯嗯 行 反正这个的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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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也不必像他这么写 因为呃反正因为如果是这么写的话就是你写subgraph的人啊 你你可能就是你你当时写合约的人 然后对合约的那个事件抛出的那个顺序也特别了解 因为其实你去看unit swap的这些上面的event的每一笔那个所有的event 你你相同的交易他抛出事件的那个每一笔那个transaction transaction可能不同但是他抛出的事件的顺序是固定的就是你合约里面写的那个你比交易可能是多个事件 他刚才的那个地方280一行那里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他是顺序执行的transfermint transfermint 所以他就可以这么去写 嗯 嗯 呃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可能刚今天也有能问到就是什么查询的插件的呢 那玩意其实就其实不用了很简单 你你其实你你可以去看比如说呃 我想他这里是用的就是他有提供post或者跟那个跟那个gate的那些查询方法 这这个这个这这玩意就是那个grafql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也用过吧这个 然后然后这个地方他们那个目前哈他们这个地方也是不是特别完善 但是就是我们其实define业务啊 dapp这些业务已经也足够够用了 我想这个是付费的吗他这个是 呃免费的他这个所以说所以说刚才说到的就是对项目如果是小小项目团队经济有限的话 这这这这真特别好你都不用服务器 你这基本上就是开发一个severgraph 然后什么你也不用去准备后端的能源准备服务器去把这些过去的历史事件啊或者是用户状态都捅不到库里面对外查询这样就用这个特别方便 就他跑了一个load了是吧 对他给你他给你跑了数据库跑了ipfs 然后给你跑了一个那个一个api服务 然后还有个gase所以就就特别省可特别还是蛮蛮接任成本的 哎那他的那些数据库的antennity是不是不能自己定制啊都是按他的格式的 不不不自己定制的这是这是你自己可以写你想定制什么的自己自己那这样的话他不是他不是免费给你提供空间机跟那个github一样吗就免费给你支援的吗是啊所以这个币不是涨了快100倍了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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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真的特别好就是就是就是反正我用下来就很爽我不用维护后端服务器后端的什么api服务这些东西了然后也不用去担心我的rpc 如果是我用第三方的rpc怎么时候会断呢怎么样的反正都他们提供完全稳定性还特别好 那他的全体点也是他们跑了是吧接电他们自己跑的对对而且都要多个测试网络过过过过一阵子还提供bsc的那个那个节点 哦编的编制的链对哎那他这个tps有要求吗这样这种就是免费的他不可能要是你跑特别大的话他有限制吧tps这个也是我特别奇怪的就是他没有限制然后你看subgraph的这个这个请求就特别多然后而且响应还特别快都我感觉他们还做的蛮做的特别好基本上你一个你你你刷新一次的话就刷新一次的话就是一全是一堆就unicef就一堆查询然后其实多多这边也是 嗯刷新一次就是一堆那个去那个thegraph api去做的查询很多然后他一直没当过机而且一直都特别的稳定很好比infure还好infure如果如果是服务费的用不动的话他有限制的每天的访问量tps都有限制但是他们的服务类型不同吧你你你你像你去把交易去呃把交易sender出去的话 你还是得用那个ipc吗他是相当于省去了你后端的那些东西哇他复用了应该是那些跟节点那些数据都复用了就是那些爬块的那些数据他都复用了这是你去访问的而且要跑他们这个节点成本还是蛮大的同步的时间特别长 反正黑口黑口或者bsc的话基本上你跑一个归档节点还要打开debug模式的话基本上三四天肯定是不止你说grap那个grap不是gass的那个那个那个节点就以太坊的那个rpc节点因为他他需要的数据量比较大嘛对对对嗯 那都那那那个一个服务器都成本都还蛮高的一个对节点还没布服务呢你还得起服务呃然后这个地方graphql这边就是呃简单讲一下吧这个因为这个graphql也不是他们创的这本来就有哈嗯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去看一下是怎么做啥其实就是一个http的对对对对就是一个http的请求嘛你让他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然后就是 现在就注意一点就是他这些请求都是根据啊entity来的然后就是大家写的时候然后呃一个是他不支持聚合查询现在就是就像你的那个嗯group by啊或者order by这些的order by是提能排序是支持的然后到就是现在一个聚合查询不支持然后一个呃分页这一边嘛然后因为我们直接去我们写搜索的时候可能偏一辆加上一个limiter然后去做分页嘛然后他这里是分页是有个限制 就是如果你去做分页就是如果你去做分页查询的时候他的那个呃你他的那个偏移量你最多写5000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能要做个workaround的然后就是把那个呃这个我觉得他的地方也也要写因为这个分页这边也是以前还是支持的就是我一次可以把我一次查询可以把啊不是一次就是我可以通过呃偏移量加上这个限制forst就是 就是我这里的forst啊就等于我们my circle里面的那个啊limiter这个skip就等于我们my circle里面的offset然后又用这两个就是进行一个分页查询嘛然后然后他这个现在skip是有一个限制啊就是有上限的有5000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要查全量数据的时候得去配合上用这个用这个方式去查询呃 forst加well的方式然后去然后再加上那个orderbuy然后你就可以去查他的全量数据这样的 会慢吗这种如果我往回查的比较深的话 呃不慢贼快呀哎我就是觉得他们ap5api服务做的挺好的数据范围还挺快的就是 但是像也是的话他是有1万的他如果官方的话deforst是1万个只能查会查1万条数据再往回的话就没法分界啊啊跳不过去每一次呢是吧单次的他是有上限的单次的是上限1000个你你得你得你要查全量数据的话得是 多多多多多次请求哎他可以一直往回查是吧可以可以比如往回跳比如说一页是100条数据我会任意跳跳到最开始都可以 我什么什么往往前跳嗯就比如说嘛比如说我的交易一共有比如100万条交易嘛对吧嗯我想查最开始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是就是比如说1万个 呃一次查1万个然后我就往回跳跳个9999页嘛然后查最初的1万条嘛啊啊啊啊这里这也可以你你你任意跳是吧任意跳的多少都可以是吧这个不是不限制的往回跳有限制我刚才说为什么要用为了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跳出了限制跳它是限制5000的 然后你你你你如果是要查全量数据然后你就得你就得使用这个为了然后再配合上或者吧就是配合上 排序参数然后每次把那个把那个你查回来的那个最后一个值成为你那个为了这里面的一个过滤的一个技术技术条件就是这样的方式就是一个我可认了吧 然后然后就是不不支持聚合查询如果你把这个全量数据啊还想做还想再做一次排序的话你就得自己用js里面去排序因为你这个地方的排序参数一定是他的一个啊有唯一值一般就是 id我知道如果5000条往前的话你就得你就得一页一页的往前跳不能一次性跳到指定的啊就一页一页往前跳对对为了做一个为了循环直接哎对嗯对那跟也是那跟一页设计划是一样的对啊然后我想想这是还有没有要注意一点点 嗯差不多了然后就是对差不多了然后基本上我这能介绍的就这样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特别好的你基本上就是省可以项目开发可以省下不少钱和精力去去去去 就是去去运行你的业务数据然后刚才之前开头提到的这玩意儿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你的他他其实也类似啊咱们这个地方其实看一下他这个地方其实都是都是一些合约的一些表 然后根据这些表然后根据这些表你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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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poster grace code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图我这个这玩意儿你就是可以方便分析你的那个业务数据吧然后你也可以做跟其他的这些啊净品做对比 然后这个玩意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哎呀可以给你省成本真的贼好 然后这边兜兜这边是大量使用了然后呃我今天就没有时间跟大家再继续分享那个兜兜这边的那个subgraph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了 因为这个玩意儿就是我开发维护的大家可以有什么建议可以然后跟我讲我这也是在持续的有更新 嗯发群里 哦我等会发群里啊然后兜兜这边的话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就是刚才看到的unit swap是最简单的 然后呃另外还有像compound的呀balance啊反正咱们头部的define项目全部都在用那个thegraph那个做那个数据的索引 因为他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的稳定性做的特别好 然后他们的这些啊就是那些dashboard的这些的数据基本上都是用thegraph去做 嗯然后这边的话多多这边的话其实这样的就是我我们写subgraph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就是按照你的那个如果说你的不同的那个业务里面 如果你的偶合度不高的话能能分开就分开就是比如说像这边有交易有啊重头建持啊有比如说开发者的这些东西 我都是分开的这样的话就是减少我同步的时间就是不然的话因为兜兜EX这个subgraph同步大概要十五六个小时吧 就是我现在部署一下我想我的subgraph可用就要等十五六个小时之后 所以这边拆开的话只要他们的那个业务业务数据不要去在同一个处理逻辑里面去执行 我就我就会去把它拆开拆开之后的话就是这边做的更新 然后就很快就能线上使用这样的嗯 拆开一个一个小的服务每个都同步的快一点 呃对就是一定得偶合在一起的就放到一起 然后全这个这个的话反正前端查询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从多多个那个UIL里面去拿 然后行主要的就这么多然后大家这个地方可以有建议的可以再跟我提 嗯 嗯 嗯